112年度财团法人新北市私立文豪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心物资发放活动 特别捐赠了白米、面线等生活物资给玉里镇有540户中低和低收入户家庭 镇长龚文俊到场协助发放物资 而镇公所也致政感谢状给文豪社会福利基金会 感谢社团的善心一举 财团法人新北市私立文华社会福利基金会 由显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豪创立 并持着回馈社会的理念致力于从事慈善的活动 这次来到了玉里 办理112年度财团法人新北市私立文豪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心物资的发放活动 那董事长他的理念就是说 他希望在台湾这个地方能够区分立 来救赠当地的一些各样的支持 长年来已经在台湾多处乡镇发放物资 将爱心散播到各个角落 玉里镇长龚文俊特地准备了感谢状 感谢文豪社会福利基金会 感谢无私大爱与善心一举 发放的物资内容有白蜜3240公斤 奶粉540罐 面线540包 食用油540瓶 以及食品调理包540包 龚文俊感谢特别到玉里捐赠物资 亲手包装并且亲自进行发放的文豪社会福利基金会的人员们 希望玉里镇民在取得物资之后都可以感受到爱跟温暖 接着高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